兄弟们 今天您又得着了 和分享一道街边特色小吃 炒饼 下面咱们就开始操作 首先咱们准备油圆饼 在我们北方的称呼为油饼 这是昨天烙的油圆饼 没吃了 咱们就给它炒了啊 市场也有卖现成的炒饼 炒饼丝 把饼切成小细丝 这么顶着这么切就可以 来看什么 切成这种丝就可以啊 跟土豆丝的粗细差不多 饼丝切好 咱们先放到小盆里边备用 咱们准备拌了包菜 因为这包菜呢 残留的农药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把包菜洗一下 包菜切成宽点的条 不能切的太细 太细吃着没有口感 好 这些就够用了 我喜欢咱们准备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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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